台灣這個颱風啊 最高是17級 把我們吹壞了 我們家現在倉庫屋頂沒了 現在家裡整個大漏水 家裡水管爆掉了 我就頂著 最少有10級吧 來屋頂 就這樣洗 很可怕 非常克難 成立奴寶家屋頂被吹飛 頂10級風洗頭超克難 哈囉大家好我是農農 陳立農 今天呢 給大家一個驚喜喔 對 驚喜的一個直播 從選秀節目偶像練習生出道 在高雄男孩陳立農 演藝中心都放在大陸為主 近期農農回到高雄老家 無奈卻遭遇山土而台風暴雨襲擊 他也在3號生日這天開直播 順時喊農湯們報平安 剛才我們全家呢 都在家裡忙進忙出的 我們家的那個倉庫的鐵皮啊 被吹走了啊 我們家現在倉庫屋頂沒了 然後屋頂沒了之後呢 現在家裡整個大漏水 就是上面不停的漏水 我現在也不是坐在後面的沙發 因為現在後面的沙發也在漏水 我是把沙發在前面再加一張凳子 坐在上面 今天生日呢 原本是要到外面去吃飯 位置都定好了 但是風太大 台灣這個颱風啊 最高是17級 17級的強風 把我們摧壞了 摧壞了 最好笑的是 要跟大家見面嘛 直播見面 我需要洗澡吧 結果家裡 水管爆掉了 結果在樓上也是被那個颱風吹壞 我就頂著 最少有10級吧 我在屋頂 然後那個水這樣子 從那個地板上衝出來 然後我就 弄了那個 洗髮水 我就這樣搓搓搓 我就跑到樓上去 我就這樣洗 我很怕被吹跑你知道嗎 然後樓上有很多東西飛來飛去的 很可怕 非常可難 對 就是說今天 不只有你們陪我過生日 還有颱風陪我過生日 祝你們今天 開開心心 那我就繼續努力去 災後重見 對 災後重見 雷 飛去 飛去 俯 雷 透透想 把 泡 副